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西游记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 很多人呢 我想都看了无数遍的西游记的这个电视剧 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看过他的这本书 看完了这篇文章 无论你是否读过西游记 也就真的懂得了整个人生的真谛了 这篇文章呢 我很受益 所以呢 我今天就把它分享给大家 作者吴承恩先生在西游记开篇写道 欲知造化会员工 须知西游诗恶传 意思就是 要想知道人生的真谛 那就必须要看西游记 可惜看懂西游记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有人说 当你有一天真正读懂了西游记 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的真谛 西游记其实是一部成功学 是告诉人们如何战胜心魔的成功学 吴承恩通过西天取经的神话故事 引领我们在人生路上不断的去克服内心 战胜西魔 最终取得真经 成就人生 西游记中 孙悟空 唐僧 猪八戒 沙和尚 白龙马 这师徒五人 只是一个人 孙悟空是人的心 唐僧是人的身 猪八戒是人的情欲 沙和尚是人的本性 白龙马是人的意志力 孙悟空是邪悦三星洞中菩提祖师的弟子 邪悦三星就是心字 邪悦不就是那一勾吗 三星不就是那三个点吗 所以孙悟空是心的弟子 也是心 这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于天堂 地狱 善恶之间 自由的穿梭 《冷言经》上说 心有七十二相 悟空也有七十二变 世人的心非常容易善变 顺息间就变七十二变 《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 《黄帝八十一难经》上说 人昼夜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斤 所以 金箍棒是气 什么东西能够上至三十三天 下至十八层地狱呢 大能通天 小之则如绣花针呢 正是人的气度 炼心能使人的心眼明亮 灼亮心眼 所以 八卦炉烧不死 反而能让孙悟空变成火眼金睛 悟空的眼睛明亮了 象征着心眼也明亮了 孙悟空一个金斗十万八千里 也逃不出如来的手掌心 五行山压住悟空 象征着世俗世界的金木水火土 那样强大的压住了那颗上天陆地的心 五行山也象征着佛学中的贪 称 吃 卖 疑 佛祖说这五个字概括了一切人的身形心念 即便是孙悟空 依旧逃不出这五个字 闹天宫时的孙悟空正是被这五毒所困 现实中又有多少佛门弟子 自以为有所悟 精心立修戒定慧 到头来依旧不离贪嗔痴 只因不了解贪嗔痴的本质 五行山后为两界山 过了这一山 曾经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终于就跳出了三界了 孙悟空一个金斗就十万八千里 正好是灵山的距离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灵山再远 也就是心的一个念头就到了 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一念就可以成佛 一念也可以成魔 师徒五人在西天路上打妖怪 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人在人生路上除心魔呀 取经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真正的灵山就在我们的心中 这就是孙悟空常常对唐僧说的那句话 只要你见性至成念念回首处 既是灵山 还有唐僧刚开始踏上取经路时 巫朝禅师传授他一部心经 并且也对他说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旨在如心头 但是唐僧听不懂是啥意思 最后直到抵达了灵山 由孙悟空点醒了他之后 他才明白了 因为要靠心来点醒自己 才能明白 而且那个时候的心魔 全都除掉了 也就领悟了 定心真言 金箍咒能定心 约束心 让心疼了又疼 收复悟空之后 也就归正了那颗七十二变的心 孙悟空一路上就打死了六个强盗 在原著中六个强盗的名字分别是 眼看喜耳听怒 鼻嗅爱 舌长丝 身本忧 意见欲 这就是六根 孙悟空打死了六根 说明六根清静乃取经之本啊 白龙马的意思是意志力 人的意志起初就像野马 只有确定了前进的目标 才能专心专意的取得真经 收复小白龙 达到心意合一 只要心意合一 志向坚定 没有到不了的西天 后来又收了八戒和沙生 身心情性意 这个最完美的团队就组成了 西天路上 悟空画斋前经常在地上画一个圈 这是心给人定的界限 但人的身体总是会被欲望牵着走 于是人就容易离开内心设定的界限了 于是一出界限便遇上了种种的心魔 心引领着人不断的前进 一路上悟空降妖 说的就是心去降心魔的 西天路上的每一个妖怪都有它的含义 所有的妖怪全都是一个比喻 全都是心魔的幻化 每一个妖怪所代表的都是世间那些牵绊人的东西 都是一个人自己的心魔 西天取经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去除心魔的过程 师徒五人在取经路上不断的去除妖怪 指的就是一个人在人生路上不断的战胜心魔 例如 黑熊怪就是心魔 悟空的瞠念使他摧火烧了观音禅院 于是出现了阻碍他成佛的心魔 于是黑熊怪就来了 牛魔王也是悟空心魔所变 红孩儿 牛魔王 火焰山 都是心头上的火焰 牛魔王与悟空为结拜兄弟 又势均力敌 所以发火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较量 火焰山形成的原因是早年孙悟空踢下了一块火砖 火焰山大火正是孙悟空出八卦炉后 为出一口恶气而放的 到头来却烧伤了自己 火焰山这一难是由孙悟空早年 顽空之心所生 所以说牛王本是心缘辩 就要打破顽空参佛面 在这里孙悟空剪除了顽空之心 红孩儿象征着仇恨之火 一个人活在仇恨中 到头来只会烧伤自己的心 此外红孩儿还象征着赤子 我们要保住赤子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在人生路上保住赤子之心 不要被自己的三昧真火烧毁了 要保住那颗铜心 黄蜂怪会吹三昧神风 它代表社会的风气 社会风气能使人心迷失了方向 《白骨经》的三个形象 分别代表了一个人的情 爱 欲 心将他们全部打死 说明在人生的路上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 爱 欲 不要让其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 此外《白骨经》也象征人皮面具 人皮面具能引出人的本能欲望 所以猪八戒开始挑拨离间 使人迷失了自己的内心 唐僧就把孙悟空赶走了 人总是会被世间种种的美丽表象所迷惑的 金钱能把人心捆住封住难以逃脱 作者将这个道理比喻成了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用黄金绳把孙悟空捆住了 用紫金葫芦把孙悟空封住了 后面在小西天冒充佛祖的那个黄玫怪 用金脑把孙悟空给封住了 金脑这个法宝也象征着金钱 金钱能把心给困住 七个蜘蛛经代表人的七情六欲 七情六欲就像蜘蛛结的网一样 能把人困住 世人因私生情被情思缠绕 蜘蛛经身上有千只眼睛 乃是人眼所见的各种物知欲望的象征 蝎子经代表美色 美色就像蝎子一样会勾人的 所以师徒几个人都抵不过他 真假美猴王 一个真心像佛的悟空 击败了一个不真心像佛的悟空 其实是自己的两种意识在互斗 是一个人的两颗心 书中很明确的说到 这一难是由师徒四人的心魔所生的 孙悟空的神狂之心 唐僧不变真假的倒霉之心 猪八戒 沙僧 不肯说情的妒忌之心 师徒 师兄弟之间的猜忌之心 生出了二心就必须除掉第二颗心 只有打消了二心 一心一意才能取得成功 所以假孙悟空被打死了 师徒几人才得以继续上路 在比丘国 路经要吃一千个小孩的心 象征着多心 虽悟空变作假唐僧 比喻这时的唐僧和悟空合二为一了 他抛开自己的肚皮 滚出了一堆心 也就是象征着多心 我们常说心头鹿状 人有两心就会发生灾难 更何况这么多心呢 收服了这个路经 心头也就没有了路状 多心就变成一心了 只有一心一意才能成功 悟空三兄弟好为人师 在玉华州收了国王的三个儿子为徒弟 收他们习武 好为人师不谦虚 因此惹出了一窝狮子精 狮也 狮也 九龄元圣是西天路上最厉害的妖怪之一 是一只九头狮子 可妙勤孙悟空 九头狮子象征着九丝 孔子曰君子有九丝 一个人如果做到了九丝 就可以成圣 九丝成圣 所以叫九临元圣 九丝分别指的是 一 是丝明 当我们看事物时 要看清事物的真相 不要被事物的假象所蒙蔽 二 耳丝聪 如果我们能管住我们自己的耳朵 辨别出真假是非 那我们将不被外物所伤害 三 色丝温 色代表着情绪 温代表着喜怒哀乐节不发 成大事 情绪控制要达到 喜怒哀乐节都不发 四 茂思功 茂代表行为 功代表恭敬心 做任何事情都应有一颗 恭敬心去对待 五 言思中 言代表的言语 此句意为 不要说谎话 六 事思敬 敬代表全力以赴 做任何事情都应全心全意的去做 七 疑思问 君子不耻下问 就为此理 八 愤思难 愤代表愤愤不平 生气的时候要想到后果灾难 不可以意气用事 当我们遇到别人对自己发火时 就应该换位思考一下他的难处 可能就不会再生气了 九 见德思义 君子见到的都是义 小人看到的都是利 无论别人给予我们多少 我们都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做到了这九思就可成胜了 孙悟空代表的只是世人之心 怎么可能打得过已成胜的九龄元胜呢 司徒在寇原外家里借宿 遭遇打劫 寇原外被强盗打死 唐僧被冤亡入狱 寇原外信寇而被寇 唐僧求道而得道 因为善恶不过就是一念之间 最后的玉兔经 真假公主 求真去假之后 离真理也就不远了 对唐僧师徒而言 历经磨难 去除了一路上的妖魔鬼怪 终于到达了灵山 也就是成佛了 对一个人而言 克服了自身的种种习性 魔障消灭 寂见灵山 最后 心 也就是孙悟空 被封为战斗圣佛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 只要懂得约束自己的内心 终可成功 身体 是指的唐僧 被封为 沾谈功德佛 做人要心身合一 才能取得真经 情欲 是指的猪八戒 被封为 敬谈使者 情欲是戒不掉的 所以最终 只被封为了使者 本性 就是沙和尚 被封为 金身罗汉 因为本性 像金一样的珍贵 意志力 也就是白龙马 被封为 八部天龙护法 我们要时刻捍卫自己的意念 所以被封为 护法 至于书中那些 形形色色的国家里 所发生的荒诞怪事 则是对当时社会的 辛辣讽刺 施陀城是一个巨大的妖精王国 也是黑暗时代的一个巨大折射 最后佛祖之所以给师徒无字经 是因为无字经才是真经啊 无字经的经是经历的意思 这一路上的经历才是更重要的经 远远胜过那个文字 一个人若在经历世间一切事之后 依然能保持一颗真心 即使没有到西天 而心中早已成佛了 坚定不移 欲为金刚 既然心已成为金刚 那么心头上的金箍咒 便不必存在了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 读一段文字 他的体会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西游记同一个人在几岁时读 和二十几岁读 他的体会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再过二十年 三十年再去读 体会又完全不同了 我希望呢这篇文章呢 能让大家呢从中受益 我非常感恩这一位文章的作者啊 给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也让我们把人生的真谛呢 真正的了解了 通过这一篇文章 也等于是让我们看了这一部西游记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 都能翻开西游记 重新再去读一遍 可能现在的感触 就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